作词 杨斌 李宗盛 作曲 杨斌 作曲 杨斌 作词 杨斌 作曲 杨斌 作曲 杨斌 那一夜花儿开的摇绕 女儿心事又有谁知晓 温天雾云月儿笑 花园相望人寂寥 痴情人得不到也忘不掉 寒雨过夜未了 天出现一丝光亮 不滴宵盛情 山河岁月最燃烂 一腔深情 无一包 这一世风雪暮涂摇 相濡一抹是骄傲 来世再相约 听见话多记得我 到底是一世的 情未了 来世再相约 听见话多记得我 到底是一世的 情未了 小姐 小姐 花轿呢 花轿呢 花轿已经回去了 已经回去了 我都还没上轿 小姐 已经过了暗时了 小心 吴萍哥哥呢 他现在怎么样啊 小姐你别急 刚刚听说了 吴萍少爷已经醒了 他醒了 太好了 他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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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那我爹以后 就没有理由阻拦我们了 我们可以成亲了 小姐 怎么了 吴萍少爷已经成亲了 和谁啊 听说 是一个丫头 也有一个丫头代替我 是吴家冬院的丫头 那丫头 定替你去成亲 然后吴萍少爷就醒了 你 坐啦 春心姐 小奶奶醒啦 快快快快 我弄你弄得好了 弄你弄得好了 弄得好了 快快 这边 小奶奶早 少奶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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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 少奶奶 请收口 请少奶奶击手 请少奶奶喝山汤 请少奶奶更衣 少奶奶 少奶奶 好好好好好 少奶奶 老师要等你了 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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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 少奶奶 少奶奶 少爷 少爷 少奶奶好 你起来了 我们一起去给 少奶奶 看来怎么了 他还不习惯 让他出去 留打留打 散散心 也好 好 谢谢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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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送来的信 老爷 可是有什么好消息 钦差回经附奏啊 经查 京阳吴家 东院和沈家用料真实不虚 陈志一丝不苟 并无军需药材 弄虚作假之事实 也就是说 我们东院平安无事了 是吧 是吧 少爷性命无忧 军心案 尘案落定 我们东院啊 那可真是急心高照啊 对 急心高照啊 收好 收好 好好好 娘 我这才刚醒过来 事情又毒又乱 好 我就让周莹 带走屋里 好 我先过来给您请安 没事 没事 只要他把你照顾好啊 我这屋子他不用每天来 好 好 娘 请坐 嗯 孩儿 给娘请安 起来起来 行了 行了 你这身子弱 这就免了 好 夫人 人带来了 夫人 你那屋里啊 我怕人手不够 给你找了两个丫头 你看行不行 娘 不用啊 夫人 裁缝来了 夫人 恭喜夫人 这喜事啊办得仓促 朱莹连身好衣服都没有 我赶紧让人 先给他做两身 行 娘 您做主就行了 夫人 燕窝来了 你的身体啊 得好好补一补啦 我盯了上好的燕窝 你来尝尝 夫人 点心来了 少奶奶 您要出去啊 少奶奶 不 不出去 好 再一次 年召见 才是勇猫 以书当得舍 兹奈将之乃 我无前赴 枉备良善 十途小举 安是非议 虽得知 以守之不堅 非惨败 而必招横祸 其商谷者 其人义礼至性 皆当孝之焉 则集成自然生财有道义 苟不孝焉 少奶奶来了 若又纵知其性 必改其心 则不可问矣 虽能生财 恨如从道而来 坐坐坐 坐 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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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对不住 我今天来晚了 此地乃下人之所 少奶奶还是请屋在此地久留 先生 别叫我少奶奶 我一听就浑身不自在 我还是周盈 还是这儿的学徒 这 这 这不成体统 不妥 不妥 先生 你讲你的 其他不用管 可是 继续讲啊 坐坐坐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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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你讲你的 是 是 少奶奶 看下 你们吗 你也想想想的 只要いつ得 就会拖下 你不用你 尽量 找不批心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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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晓鸥 来 晓鸥 盛奶奶 王世俊 你们这还怎么了 奶奶 我身上有毒啊 少奶奶 不是 我再说一遍 不要叫我少奶奶 可是你现在的的确确 是我们吴家东院的少奶奶了 难道我就不是周莹了 不再是以前的周莹了 大人 大人 吴平现在已经苏醒了 你为何还将沈心仪拒押不放 吴平虽然已经苏醒 但这并不意味着 行凶的凶手就可以脱罪 大人你 你打算将沈心仪拒押到什么时候呢 沈老板 如果你想儿子早日回家 最好劝他 早日伏法认罪 吴平现在性命无忧 他的罪行也可以减轻许多 大人非说是沈心仪打了吴平 请问 人阵物证何在 沈心仪是不是真凶 你我都清楚 小民不服 退堂 那沈心仪今天招了没有 他还是一口咬定的 什么都不知道 又在关他几日 对了 那杨志焕的底细你查到了没有 查到了 杨志焕升任吴家冬院管家后 就在吴家冬院附近购置了田柴 但其早期当伙计时 就一直住在水井房 那旧屋后来没人住了 但一直也没有变败 我都买巧克尔寅 你也不会有事 走我 有关略的东西 要住手 我将冬天 冷冬天 你吃饭了 再拿几日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奴才 是 贝勒爷 让我给你带句话 若再有敷衍施责 一物大事 就将你直接账毙 请问先生 转告贝勒爷 这次命令一定用心办事 绝不让贝勒爷失望 起来吧 贝勒爷 对你期望甚高 可千万不要辜负了 告辞 举手 切记 一定要亲手交到张先生手上 是 真的不用请大夫啊 没事 区区二十丈 了 自小就爱惯了 你为什么不走报 是我务使才导致钦差无功而返 我阻止慧勿没嫁入吴家 你不也没有走报 那无关紧要 这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你为什么要袒护我 就算我如实揍包 那二十丈我也跑不脱 而你被直接账笔 对我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能够活到现在 已经很不容易了 何必还要互相残杀呢 你忍着点啊 好 舒服多了 老爷回来了 老爷 赵白石怎么说 他们吴家同样的儿子都没事了 为什么我们沈家的儿子还不放啊 赵白石一口咬定 是星儿打伤了吴平 真的是星儿打伤的 就算星儿打伤的 我们负责一好就是了 他赵白石把星儿关起来 什么意思啊 娘 要去哪儿 要去哪儿 你拉着我干什么 我要去县衙门 我不能替月生死 我代替星儿去堕牢 还不行吗 你 我去县衙门头儿 吴平是我打的 他赵白石要打要杀 冲着我来好了 反正我就是这把老胡头 我随他的别 娘 娘 你千万别啊 你拦着我干什么 星儿被打得半死不活了 你知道吗 再拖下去 那就等着收拾喽 娘 你别着急啊 我在想办法了 我在想办法 你在想什么办法 人家吴家已经把 大把的银子 往衙门里送了 你就是抱着银子不放呀 舍不得呀 都这个时候了 我怎么还会抱着银子不放呢 但衙门的人不敢收 赵白石已经打了招呼 现在连去看一眼星儿 送点药 都是求了又求啊 那我们 就坐一带兵 等着绝号吧 沈四海 娘 你爷爷 虽然是一文不明 可是他活得是蒸蒸铁骨啊 你爹 虽然做点小生意 可是没人敢欺负他呀 怎么到了你这儿银子多了 你就这么软弱可欺呢 月生 死 死不明不白 清儿 生死未不 你就这么双手无策啊 你再问问你自己 你对得起我们这个沈家的名号吗 你再给我说说 娘 娘 娘 你放心 我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我一定要救出新儿 你一定会给月生报仇 好 这是易说的 好 好 好 老爷 你打扫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好 好 我们不要 给他拿个凳子吧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周易 你以前是个丫头 抛头露面 穿堂过屋也无伤大牙 但现在 你是少奶奶的身份 那就 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了 当了少奶奶还不如丫头呢 你说什么 没什么 长辈说话 问你 你就老老实实回 没问你 不得私下议论 以你现在的身份 去图房肯定是不能再去了 你呢 平常没事 就在后院待着 如果不是迫不得已 或者非你不可 也不得往前院跑 知道吗 那我在这儿干什么呀 这得多无聊啊 我还没说完呢 你以前怎么样我不管 但是从现在开始 你在坐 立 行 走 一举一动 得有个少奶奶的样子 首先 你这坐姿就不对 哪儿不对了 你应该说 请问娘 我哪里错了 请问娘 我哪里错了 我哪里错了 娘告诉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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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告诉你 是我告诉你 你用点心好不好 来 像我这样 一样 双腿合拢 双手交点 放在膝上 来 起来 走两步给我看看 摄满 还没听见 又 unw produits 她子怎么回来 你猜不去 你一样 我来 你吃最后 你吃 它已经吃得多了 一会儿 我来处理你 一会儿 也没摔着锅呀 没觉得有问题啊 你跟着我 走路 步子不能太大 身子不能左右摇摆 走起来 是这样的 还有 如果裙摆左右摆动 就算失礼 这也太难了吧 你去走一圈来看看 这草落和跳舞似的 你去走 你去走 请不回头笑不入耻 娘 好 要不然 你带我走一圈 行 那你跟着我走 你看你 这手也不对 脚也不对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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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那样的 继续 你看你 都被你带着我没法走路了 不许笑 夫人 西渊二老爷的夫人 然后叶小姐来了 那我过去一下 你继续聊 还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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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嫂好 二婶 怎么今天想着过来了 还不是这孩子 说好久没见到大婶婶了 想来看一看 大婶婶好 好 无品哥哥的新娘子在不在 在 那我能不能见见她 你们都还没正式见过 那上五屋里去坐 只好她也在 来 好 哎哟 还是这要说法 我 不肯定是在哪儿 呢 我 不是 你自己走 我去走 我去走 怎么做到的 这样的胆识 配上这样的身手 这周莹一定是个奇女子啊 怎么能 你回来啊 我今天叫了一天 累得我口干舌燥 腰酸腿疼的 本以为会见点成效 谁知道 就这一转眼功夫 他不仅没有改观 还变本加厉的 成了那副样子了 慢慢来吧 老爷啊 他性子太野了 我觉得我管不了他 吴聘呢 又是大病初愈 估计心有余 二力不足 我看 只有你亲自出马 可能他会怕几分 还敢过 我还在记得 他不太造成了 还有事 我说 这事 我吧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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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良心 随便去哪儿 反正不想待在东远 可是你都跟少爷成亲了 我又不是真想跟他成亲 我只是要救他 现在他既然没事了 那我也该走吧 不行 为什么 你想啊 就是因为你嫁进来 少爷才醒过来的 你要是现在反悔了 不就是骗老天爷吗 老天爷一生气 万一少爷又有什么事 怎么办 你就安安心心当少奶奶吧 这少奶奶真不是人当的 这儿也不能去 那儿也不能去 到处缩手缩脚不说 连笑都不能通通乖乖地笑 还不如当丫头的时候自由自在 你啊 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当少奶奶多好啊 多少人想当呢 不愁吃不愁穿的 人这一辈子 就是为了吃和穿 嗯 那要不然还因为什么呀 反正 肯定不知这两样 少爷还能ł 是 titanium 車 你婆娘 在 cylind诵盘 1955 都觉得客人 可放生可 Dai 擅装 怎么了 怎么了 娘说了 要笑不录耻 少爷 少爷 少奶奶 老爷传少奶奶去花厅 老爷叫我 这 没说要我去吗 没有 那知道是什么事吗 不知道 多半是为了 我把娘给气着了 那我陪你去吧 没事 你爹又不会吃了我 还是我自己去吧 主爷 在爹娘面前 还是稍微 收着点吧 我尽量 我学书 我爹 是 我们每周辈子都没有 你刚才说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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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做什么的 走江湖的 难怪啊 爹娘都还在吗 我只有爹 没有娘 难怪 进冬月之前都做过什么 跟着我爹 卖衣 难怪 走 周颖啊 我跟你交个顶吧 如果那天不是情况特殊 你钻进了轿子 像你这种出身的女子 无论如何是进不了我们东院大门的 但现在你既然已经是无聘的妻子 我和你娘也认你 那从今以后 你要好好珍惜好自为之啊 把你以前那些习气习惯 通通丢掉 你得记住 你不再是走江湖的卖艺的那个周颖 而是吴家东院的少奶奶 你的过去我们可以不计较 因为那都是过去了 但从今以后你的一举一动 你可不能再丢我们吴家东院的脸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吗 老燕 我也给你交个地方 我从来就没想过也嫁给吴平 那天的确是情况特殊 所以我辱莽了一把 如果你和夫人都觉得我不配你们家 没关系 你把我修了 我不在乎 放肆 猖狂 犯了你 爹 我不是要跟你对着干 我只是习惯了 我们走江湖的 遇到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示弱的 人敬我我敬人 人若翻脸十倍奉还 怎么样 爹跟你说了什么 你们谈得如何 那天我把你娘给气着了 刚才又把你爹给气着了 什么 春信 麻烦你帮我收拾东西 准备走人了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啊 少爷 其实我本来就要走的 就因为你突然受伤我才留下的 现在你伤都好了 我还不走 他在这儿干嘛呀 你不能走 少爷 老爷有令 长妈 肯定是来宣布把我撵走的 我这就去见老爷 老爷有令 除了成婚之时请安 少奶奶周莹不能出别院一步 并责令周莹在别院 熟记规矩 习练礼仪 修身养性 静心寒德 少奶奶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我 我的今生 犹如鲜 七番缠缠缅缅缅 只成绵 我问思念 印从哪 变彩 一轮明月升起来 心走在茫茫月光的中间 我不能久留于伤感 待天空云出几了我发现 你从未离开我身边 遥遥相对 遥遥相对 满天青灰 再从容看一边 温若雨水 忍不住一时凭空依偎 岁月有恨 都在心扉 你从未离开我身边 独自在茫茫月光的中间 我不能久留于伤感 待天空云出几了我发现 你从未离开我身边 遥遥相对 满天青灰 再从容看一边 温若雨水 还会 久不见 你熟温若一时凭空依偎 苏月有恨 都在心扉 一号 世上 你从未离开我身边 ятель性 我发现你从未离开我身边